南某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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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身为妙法 海迁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词 我今见闻得寿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各位法师各位介绍加弥陀佛 我们看课本148页 讲到1234516行 前面是说到这个婆罗门 这个佛去那个婆罗门的村落 这个婆罗门 就乔萨罗国婆罗门的村落 那这个婆罗门村落的这一些婆罗门长者 那个村长 那带领了他们很多婆罗门 然后来问佛 来找佛 因为听说这个佛到他们村落旁边的森林了 那么听说很殊胜 所以就很会说法 所以就带领了他们一群人 来向佛请法 好 看到这个246 然后 见到森林里面 然后跟佛顶礼后 就正在旁边 然后开始问佛 白士尊约 那么就开始问佛说 沙门渠谈 何论何说 那基本上 都大概会问 那么 你的师父是谁 那或是说 你都说些什么 你都学些什么 你都说些什么 基本上会 大部分他们都会问 你的师父是谁 他都说些什么 你都学些什么 那么来问佛就问 那么 因为他已经成佛了 那就问 那你都说些什么 因为他所说的就是他所证的 我们说 佛法基本上包括三个主要部分 就是佛所说的 那么佛所说的 基本上是他所修的 他所证的 所以佛所说法 佛所刑法 佛所证法 那从中出教 那一教证中 就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 一个 就是他的一个逻辑 就是说 佛他所证得的 他透过言语表达出来 让大家知道 要怎么 世间是怎么一回事 他明白了 那要怎么做 那要怎么修 那可以证到什么样的境界 那哪一种境界 是解脱的境界 那这个说出来 大家知道了 那我们大部分的佛法 都比较着重在佛所说法 但是佛所说法 是为了 佛所证法 那么 从所说到所证 他必须要有所行 要修行 他基本上是这样的 我们稍微讲一下这个 他现在在讲 那你说些什么 那我们说佛所说法里面 主要有两部分 佛法 这个我常常会说 佛法 佛所说法 当然佛法不只是佛所说法 佛弟子说的也是 但主要是由佛而来 佛所说法 那么他是从中出教的 所以佛所说法 说的是什么 说的是真理 那么不外乎是真理 所说的法 不外乎是真理 那真理就包含两部分 那么 如何去证到真理 以及什么是真理 那怎么去证得真理 就变成包含这两部分 就是所证的 我们叫做 如何去证得真理 佛所说法 不外乎是 这两个部分 那么真理是什么 如何证得真理 那么就是变成佛所 这个佛所证的 这个就变成佛所行的 就透过 博士拒组了哪些 博士拒组了哪些 特质 哪些条件 那么才成为 才能够证到这个真理 就是说 他证得真理 那么 真理是什么 他证到了 他说出来 那现在这里想的 真理是什么 真理就是 论音说音 原起法 那这里叫做论音说音 我说论 论就是我说 论音 讲音 那音就是音缘 详细讲就是音缘 然后说音 我论音 我说音 那基本上是这样 好 那这个就是原起 原起法 那原起法是真理 所以叫做 见原起 即见法 见法即见佛 基本上是这样 那这个就变成 佛所说法 佛所证法 佛所行法 那么 佛的说法里面 最重要的是 告诉你 什么是真理 你要去怎么样证得真理 那如果从友情来讲 那告诉你真理是什么 第一个真理 就是世间世苦 那你怎么样要不苦 你怎么样可以离苦 所以 那世间为什么会有苦 那从这里来讲 他底下延伸下来的就是 有因有缘世间及 有因有缘世间面 底下延伸来就是这样 好 所以他说 我们来看这个文 他说 我论音说音 佛告婆罗门 我论音说音 沙门取谈 何论何说 那 这个婆罗门就跟他讲 那什么叫做论音说音 好 他现在讲到重点 有因有缘 及世间 有因有缘世间及 有因有缘灭世间 有因有缘世间面 好 他基本上就叫做 有因有缘 就有因有缘 论音说音 简单讲是音 那么详细讲是音缘 好 那音缘基本上 那么一开始 其实没有详细的界分 什么是音 什么是缘 其实没有 后来就讨论了 有因有缘越详细 就开始有所谓的六因世源 到了部派 到了为世 有所谓的六因世源 就讲得很详细 那一开始佛并没有特别 特别去论说这种 因有几个因 缘有几个缘 因缘所缘缘 那有一些很多的缘 那个都是到部派之后才有的 好 那 基本上 有因有缘世间级 我们这样来讲 有因有缘世间级 应该从苦极灭道来说 可以从两个地方来说 有因有缘世间级 那么有因有缘及世间 这个是一样的 我们写这样 有因有缘世间级 有因有缘及世间 有因有缘世间面 有因有缘世间面 有因有缘世间 好 那我们先来讲 那这两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那大部分 我们综合了一下 大概其他人的看法 大概就是 第一种 就是它是一样的 即世间跟世间级 是一样的 只是反复说而已 这是第一种 就是即世间跟世间级 即世间灭跟灭世间 其实是一样的 它只是强调说明 第二种就是 强调的不太一样 那么世间级强调 这个世间 即世间强调这个 那么应该是说 有因有缘世间级 那么强调这个世间 那么有因有缘 即世间 那么形成了这个世间 有因有缘世间形成 有因有缘形成了这个世间 一个强调世间 一个强调即 即这个世间 有一个世间形成了 形成了这个世间 好 就是说它强调的不太一样 但是一般来讲 大家只有这个经 是这样说的 那大部分都是讲 有因有缘世间级 有因有缘世间面 好 等一下我们再来 再来看其他的经典 有没有类似的说法 那先来讲这个 那么世间我们说到 这个世间 我们再来看这个 世间我们知道 世间主要是 主要是 有很多种说法 但主要是这样的说法 无因世间 有情世间 国土世间 好 那么就是 有因有缘 形成了这个世间 那不管是 不管是 有无因 有情 国土 它都是什么 它都是苦的 苦苦 坏苦 辛苦 所以通常会讲 世间是苦 世间是苦 那么 形成了这个世间 应该是 有因有缘世间集 世间形成了 那么 世间 这基本上 不管怎么样 应该是说 如果从苦来讲 世间 这个苦 有因有缘苦形成了 有因有缘形成了苦 那么 这个是集 如果从世地来讲 我们可以这么说 这个是在讲苦 讲世间 这个是在讲急 这个是在讲灭 这个是在讲世间灭 那么 这个是在讲灭 那么灭世间 这个是在讲道 如何 我们说到 那么如何证得真理 真理是什么 那么怎么样去证得真理 如何证得真理 就依这个道 灭世间 可以灭掉这个苦 道可以灭苦 那么这个是 这个是灭苦之道 灭苦之道 这个是苦灭 苦灭 世间灭 所以佛法它就两件事 佛法里面最主要 我们说佛所说法 从这里说 佛所说法 最重要的就是 真理 佛法里面 佛所说法 最重要的就是 那什么是真理 就是 有因有缘 事件是因缘形成的 事件是因缘所成 那么苦是因缘所成的 那么灭苦也是因缘所成的 那这个运顺导师在佛法概论第十章 就以这个为主题 我论因说因 那什么是因缘 那说凡是一个条件的生起 凡是一法的生起 必须要具备 条件 具备某些条件 那么凡是能够让那些条件 凡是这一些能够让 这一法生起的条件 就叫做因缘 那么你障碍它 不让它生起的 也是因缘 那这个就是 有因有缘世间体 有因有缘世间面 那从这样来讲 有因有缘形成了这个世间 有因有缘世间形成 有因有缘苦形成 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受苦 讲这个 我们为什么会受苦 那么有因有缘世间形成 那世间就是无缘 那么有情是三界六道 那总而言说就是苦 如果从佛法来讲 这个国土是依这个有情的 它的变动是禁 那这个是禁 这个是身心 这个是身心 这个是三界六道 那是以人为主 以人为主的 以人为主的三界六道轮回 那有情它会生死 那人 生死 那五印身心 面对这个禁 那么不断地造业 然后感召 有情三界六道的生死轮回 那总说 总说叫做纯大苦运聚集 苦聚集 所以缘起里面讲到最后都是 纯大苦运聚集 老病死 悠悲老苦 纯大苦运聚集 它通常都是这样 缘起的解释到最后 从无名 无名形式 是老病死 老死 悠悲老苦 老死之间有悠悲老苦 悠悲 老苦 有种种这些苦 那么这些苦 那么总而言之 总而言之叫纯大苦运聚集 苦运聚集 这个就是有阴有缘世间集 那么依佛法来讲 那是什么呢 无名形 四名色是五运 四名色是五运 那简单讲是无名形 无名所富 爱结所夕 这是一种说法 那获业苦 依无名造业 依业受轮回的苦 这是第二种说法 我们写一下 好 就把它插掉 插掉 有阴有缘 写在这里就好 有阴有缘世间集 有阴有缘即世间 有阴有缘世间面 有阴有缘面世间 好 我们就写这样就好 好 那我们来看五运 随nos 有阴切 有阴 有阴 感谢观看 这个是五蕴 五蕴世间 先讲五蕴世间怎么来 那五蕴世间是人 人是有情三界六道 从有情来讲 五蕴身心是人的五蕴身心 人的身心 人的身心世间 那么人在这个有情之内 那么人依这个国土 有情都有所依的依报 这个是人的正报 这个是人的依报 好 那不管怎么样 它都是无常的 因为无常所以是苦的 好 那这个是世间级 主要是这个身心怎么来 五蕴身心怎么来 那五蕴身心不外乎是 就是我们这个身心 从佛法来讲 不外乎是三种分析 一个就是蕴 一个是处 一个是戒 就蕴处戒 就五蕴 六处 跟六戒 众心里的 众生里的 众物里的分析 好 那有阴有言 无明行 两种说法 一种从货业苦讲 一夜轮回讲 从一夜轮回 从一夜轮回讲 货业苦 这个是货 起货 造业 这个业 这个业是有肉业 无明祸 有肉业 然后就有生死 就苦 就循环 货业苦的循环说 货业苦 这个五蕴事件是苦 这个是业 这个是第一种说法 这个是业 这个货业苦 货 这个无明是货 这个行是业 起货造业 然后就赶遭生死 散遭生死 有这个五蕴生心 那么总说是苦 总说是苦 简单讲是这样 那这个是从货业苦来讲 那另外一种 另外一种是从 无明所赋 爱结所欣 这个是爱 无明所赋 爱结所欣 那么造业的主动力 其实就是欲贪 贪爱 贪爱 那么他有那一种 就强烈的意愿 欢喜 赞叹 拦着 就这样是一种 强烈的动力 那么 无明所赋 爱结所欣 爱结所欣 无明所赋 这个是以爱为主的 那么 就是大概有 可以有这两种说法 就是一种就是 这个是指业 一个就是这个指爱 那其实都可以讲得通 那 一业轮回的 就是起货造业 一业轮回 应该是这么讲 轮回就是苦 如果我们这样来讲 就是 这个 第一个叫做起货造业 起货造业 然后一业轮回 那轮回就是苦 那轮回就是苦 轮回就是生死 生死就有苦 轮回就有生死 生死之间就充满着苦 生死之间就是这样 那幽悲劳苦 生到死之间 生到死之间 就有这一些 幽悲劳苦 那总说 存到苦应聚集 就是生死之间 有幽悲劳苦 那总说是苦 其实基本上是这样 所以 就无明行 起货造业 一业轮回 起货造业 一业有生死 这个是生 这个是生而 出生 我们就有五蕴 四元名色 而出生 那么你到哪一道都一样 四元名色出生 那这个是只能讲的 那到最后 这个是变化 这个是身心的变化 身心的变化 身心的变化到这里 那个是心跟静 这个是心跟静的变化 那么又开始造业 这个是造业 这个又开始在造业 那我们是 从这个来讲 那么我们是 因为造业 所以感召生死 那么有这个五蕴声 本行所作 本所思愿 阿含经的说法叫做 本行所作 本所思愿 我要在第几经 要在前面的 本行所作 本所思愿 敢得此五蕴之身 有没有 不知道第几经 你们猜一下 本行所作 本所思愿 敢得此五蕴之身 这个起说起望照业 一夜轮回 那么有生 这个就生 那么有生必有死 有生必有死 必有死 所以此就到后面来了 就到最后死了 生之后 然后到这里 其实到这里 如果从三世来讲 那么到这里 有之后 爱娶有 那么有 有就到这里 死了之后 然后又出生 那如果不讲的话 就不从这里讲 那么又会出生 就出生 那么也可以讲 就是这个第一个 如果从三世两重来看 如果从这一世来看 那么四名社里面 有这些 那么这些四名社 它是怎么造业的 就在形容 这个业怎么来 这个业怎么来 就是这么来 业是怎么来 如果我们不从 我们不从三世两重来讲 三世两重 这个是从过去 现在 然后到未来 不从 从这一世 就从这一世说 好 从这一世说 这个是 我们这个四名社 四名社的本质 特质 是带着无名 带着业 业是由无名来 这是第一种 第二个就是 带着无名跟贪爱 无名所富 爱解所欣 长业轮回 你看 是一样的道理 长业轮回 一样 是轮回 长业轮回 不知苦之本迹 把这个插掉 好 长业轮回 然后不知苦之本迹 那这个是 本行所作 本所事验 感得持无运之身 起莫照业 一夜轮回 基本上是这样 好 那 我们先说 两个 一个就是 从这一生来讲 那你这个 无运生的特质 无运生的特质 是带着无名跟业的 所以它叫做 无取运 或是无受运 有没有 它叫做无取运 那这个取里面 取里面主要是 生贱的 我与取 那么 这个借进取 贱取 欲取 有没有 这个取 那这也是说 爱取有的取 爱取的取 那么 它是带着 主要是带着 我贱 我爱 就是这个无运生 为什么会有这个无运生 它的特质 它的特质是带着 我贱 我爱 那么三界六道 同样都带着 我贱 我爱 但是 我贱 我爱的 粗 跟细 轻 跟重 不太一样 天上的 跟地狱的 都有 我贱 我爱 但是 那个 我贱 我爱的 粗 着 跟轻 细 不太一样 就是善恶 业不太一样 只是这样 但同样都带着 我贱 我爱 这个是 共通性 无名跟行 是一切众生的 共通性 一切众生的 共通性 那因为无名 必有行 行必有无名 因为无名 必有贪爱 贪爱 必是因为无名 那这个 如果从 从这一声讲 我们不要等到 三四两重一口 就从这一声 第一个 我们的五印身心 在这里 那五印身心的特质 是无取运 跟阿罗汉的 五印不太一样 我们来出生 基本上是一夜轮回 基本上是一夜轮回 那 所以 那有所谓的 聚生我职 那聚生我职 他一定会生 我爱我所爱 那 对境界的谈爱 好 那 这个是 这个是在讲 那么 我们这个出生 出生 我们这个状态 是什么状态 那 好 这个是 从 这个状态的本身讲 那为什么会有 这种状态 是因为 我们的状态 这种夜 从哪里来 六路 内六路 外六路 那么产生 心理反应 内六路 外路 心对境 然后有所谓的 新手 那么这些新手 你没有 就是你相续 欢喜 赞叹 懒着 见住 生起贪爱 那么 直取 那么 而产生的 而具有的 就从这些来的 那么 你 从这一生来讲 你 你这个 你这个 生 这个有 是从哪里来 从这里来 处受爱去 六路 处受爱去 那 就是从六路 内六路 外六路 内六路 心对境 心随 进转 那么 生起 种种的烦恼 种种的烦恼 那么 产生 种种的苦乐 喜悠舌 这一些 受 想 吃 就新跟新手 就有所谓的新手 那新手里面 有所谓的受想师 那种说 其实可以叫做 处 那 何来起来 也可以叫 处受想师 那 讲得更详细 不怕 有些会加一个作意 处作意受想师 基本上是这样 那五印基本上 就讲受想师而已 那缘起里面 就讲 最初的心理反应是处 所以 重点在 处是一样都有的 但是处之后 你怎么想 你是依着 无名贪爱想 就无名相应的 欲贪相应的 这两条纽 黑牛 白牛 欲贪 欲贪是主要 或是无名是主要 要不强调无名 要不强调欲贪 无名相应 或欲贪所细 那么是黑牛 带着白牛 还是白牛带着黑牛 不是 是那个欲贪 那么基本上 基本上 从这里 这里是在讲 我们的这个 造业的心境 这个是业 我们这个是造业 叫做业报体 轮回的这个五印身 是业报体 业报体 业报所成的这个身体 所以叫做一业轮回 那我们说 要不从无名跟业 要不从无名跟贪爱说 都可以 就请莫照业 好 那么所以才产生的 所以才具足的 从这一身讲 那如果从下一身讲的话 那么你出生了之后 你这一些 到这里 到这里 那你死了之后 依这个有又会死 死了之后 依这个有又出生 那其实是这样 那从这一身讲 就是你这个业怎么来 他探讨有因有缘 有因有缘 世间几 有没有 世间是五因世间 那 有因有缘 世间几 那一般 一般的部派 会把这个叫做因 有因有缘 世间几 因为它是一业轮回 主要因 那么这个是 从莫业苦来讲 有因有缘 世间几 那如果你要 从根本因来讲 那么也可以讲 有因有缘 世间几 那佛法没有仔细界定 但是我们等一下看 也有 有因有缘 世间几 或是有因有缘 世间几 有因有缘 世间几 其实都可以 好 那 依这里来讲 我论因说因 这个就是因 这个就是因 那这个是这个的因 所以这个是因 我论因 说因 好 那又要讲 那这个怎么来 这个因怎么来 无名贪爱 怎么来的 从这边来 促受爱取 从爱取 促受爱取 从这里 境界面对 那也可以讲 那因为你无名 你无名 带着无名 带着无名 跟境界相应 带着无名的心 带着我见的心 那么 面对境界 就会生起我爱 就是 你带着无名的心 那么 跟境界相应 那么就会 依我见 依我见 会起我爱 我所爱 依我见 我所见 会起我爱 我所爱 就是 我们现在先分开 就是有两种 一种就是 这个从业上说 这个就是从贪爱讲 那另外 可以从 这一诗讲 可以从三四两重讲 好 那从这一诗讲 就是 这个就是因 这个就是详细造作的因 那再讲 详细一点就是什么 言而彼得生意 对射身相畏处 这个六路处里面 常常说的 那五蕴里面 就比较强调 射受想行事 比较强调无我 五蕴里面 比较强调无我 六路处里面 比较强调 基本上会比较强调 欲贪 怎么生起欲贪 爱取有 怎么生起欲贪 好 那之后 那么又有生 有生 老病死 又被脑苦 爱取有 生老病死 那就是 你是从这样出生的 就是从这样出生 出生之后又有老死 生到死之间 又是这么一套 生到死之间又是这样 从出生之后 那么因为这样 因为这样而出生的 那有这个五蕴生 那你从这一次 从三世都可以讲得通 那总说叫做 纯大苦蕴句 那么有阴有缘 世间 苦蕴 世间 急 形成 那怎么形成的 就是说 我们为什么会有苦 我们这个身体是苦蕴生 最苦 那我们为什么会有苦 有阴有缘 世间急 苦 形成 有阴有缘 苦蕴 蕴生 形成 有阴有缘 形成了这个苦的世间 形成了这个苦的世间 那急是什么 急就是烦恼业 急就是烦恼业 祸业苦 是急 其实就 这样讲 那有阴有缘 世间面 那一样 无明面 则行面 好 那我们来看 有阴有缘世间面 有阴有缘 有阴有缘世间面 无明面 则行面 无明面 则行面 行面 则事面 那其实 其实只要灭了无明 就没有后面这一些 都不用讲了 只要灭了无明 苦就灭 苦就灭 那所以 你要直接从根本印下手 就从我剑下手 正得无我 那么基本上就断生死根了 就断生死根 那没有办法直接 因为我剑 非常 非常的 这个 深息 那么很难你去除 所以 你没有办法 无明灭 则行灭 那你必须从哪里 从处这边 四明社 这个是五蕴 那么你必须从六路这边 六路处这边 下手 那知道 从心跟近 心面对近 生起种种的浴滩 以我剑我爱 以我剑 生起我爱 以我所剑 生起我所爱 从这里下手 那你如果可以直接从 从这个灭 这个无明下手 你当然就很好 就 这个灭 这个灭 后面就都没有了 就好像你一颗种子 你把它弄到 没有 它连长芽都没有 开始 开始生芽 开始生芽 开始长叶子 开始开花 慢慢到时候结果 那么没有种就没有芽 没有芽就没有叶 没有叶就没有枝 没有枝就没有干 反正这些 那你就全部都没有讲 种没有 那芽后面全部都没有了 就不用讲了 那你没有办法 你先去掉干 然后去掉枝 然后去掉叶 然后去掉芽 那也可以 基本上是这样 那所以 无明灭则行灭 行灭则事灭 乃至以生老病死 悠悲老苦灭 简单讲 无明灭苦就灭 无明灭苦就灭 所以阿汉经讲 一切 一切苦难 灾难 苦患灾难 皆从于吃生 有没有 所以 所以 所以照见五蕴皆空 就可以怎么样 度一切苦恶 其实就讲这样 其实简单讲就是这样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 很多人 那个苏干太粗 没有办法 怎么办 见见见 见见见 所以你没有办法 直接从五蕴 智慧没那么力 善根没那么足 善缘没那么够 那么你就要从六处 从六处 心对近 不要再造作新的业 旧的业很难去除 你不要造新的业 然后让那个业 让那个烦恼 健保健保健保 所以有些人 直接就证阿罗汉 有一些人不行 要从政见真杀 然后到出国 然后二国 然后三国 然后四国 有些人证出国之后 直接证阿罗汉 有些证出国之后 还要七次人间往往 才能证阿罗汉 为什么 就是 它的里面 过去的结构不太一样 所以你要不从五蕴 直接下手 没办法 你要从六处 讲细一点要六处 就是面对近的时候 你怎么样不起烦恼 起了烦恼 不要造业 造了业 不要相续造 不要让它成熟 可能就是货业苦 就这样嘛 如果从这样 就是从 要不从无名下手 要不从贪爱下手 那贪爱是比较直接的 无名比较深细的 比较深细 比较不容易 你智慧不足 你也断不了贪爱 那你这一些 你这一些去除了 没有了 那么你后面就都没有 那么这个也没有 有因有缘 世间灭 其实是这样 世间灭 有因有缘 灭世间 有因有缘 无名灭 那就智慧 一般来讲就是要智慧 有因有缘 灭世间 那么就是要有无我的智慧 这个灭 这个世间 那你之所以行成世间 是因为什么 无名跟行 那我们说它有两种 一种 这个行 一般来讲 从业上讲 从爱上讲 从贪爱上讲 那你要不 你要不不造业 不造有肉业 那基本上 你起贪爱 就会造有肉业 你起爱就会造业 要推动 所以 你就是不造恶业 先从不造恶业 佛法是这样 先从不造三二道的业 然后 然后 然后减轻欲戒的业 然后超出三戒的业 基本上是这样 就三个次第 先不剁三二道 利于不败之地 因为我们是人 不要往下掉 不要往下掉 五戒十三 然后继续修定离遇 修定离遇 让心有智慧 那离五遇 因为我们 我们的习惯 就是会染着五遇 因为我们 会到遇界来 大部分是 大部分 是一夜轮回的 少数 称愿再来的 称愿再来的 他对五遇也不染着 或是他 他过去已经 正出国 二国再来的 也有 其实也有 他已经正出国了 那佛陀是他 正出国的 很多啊 大概在家人 大概几十 几万人应该跑不掉 以阿含经里面的记载 徐达多 很多的这些 身道立天的 现在也差不多下来了 两千年了吗 两千五百年了 天年大概就是两千多年 那说明长一点的 四千年一倍 天王的话 大概是天年的一倍 或是多了 非常多 那么如果一般的天年 大概就是一两千岁 比较底下的可能 基本上像四王天的话 我不是很 我不是清楚 但是大概是这样 大概就是一千多 然后如果 道立天的话 大概可能是两千岁 但是他们的一岁 又是我们的一年的话 那就是不是几万年了 但是应该没那么久 应该就是几千年 那多率天 二国的身多率天嘛 不一定身多率天 但经典的记载 出国的大部分身 道立天 二国的大部分身都算天 三国的身色界天 五不还天 那么如果是 算道立天的 最常见的身道立天 大概现在也差不多下来 下来因为他正出国 他这一身如果努力 他就可以争阿罗汉 就可以争阿罗汉 如果没有 那还要等 还要等 升天之后再下来 再下来一次的时候 天上没办法 再下来的时候再看看 看他有没有努力 但是他也不会剁三二道 他已经立于不败之地 他怎么样 但是因为他不造恶业 所以他在世间 除非他还没升天以前 造了很大的恶业 那么他这一次来人间 就会受苦 但是他即使受到性命威食 非常的受到人家凌路 他也不会造三二道的业 无论如果他都不会造三二道的业 那大部分的人是 大部分的人是 没有受到很重大的苦的时候 不会 受到重大苦 就是威胁利益的时候 就很难说 就很难说 所以他 佛法的一个很明显的目标 就是要先得到不退转 就是你不会退到三二道 那么这个基本上 还没正果以前 叫正见真上 那么正果了之后 他就是入圣流 他就是保证不退了 不管怎么样他都不会退 但是正圣果的人 通常善业很多 所以他也不太会有恶缘 不是没有 就恶缘不会很重大 那恶业也比较少 那善心抢 就是善根抢 一般我们就善根了 善根福德因缘 善根 善根就是 他的烦恼性很薄 贪嗔吃饱就是善根 无汤无汤无汤 贪嗔吃饱 对佛法具有 很强的信心 跟认知 信尽练定会 善根就是两部分 你对佛法有很强的认知 就是对四弟 对缘起 对佛法 不太会怀疑 那么如果你正出国的人 那根本不会怀疑 他很容易明白 明白了 他很容易做到 那我们是弄了很久 弄不明白 弄明白了 也不太容易做到 做到了又很容易放弃 就这样了 所以 那基本上 你要培养这种特质 善根 然后你要有善业 有善业的话 比较不那么辛苦 有福德 就是 你不会很辛苦 那自己不辛苦 别人也不会让你辛苦 比如说你身体不好 你是杀生业重 你常常生病 也不是人家让你生病的 就是你自己身体虚弱 常常要看医生 吹个风 就咳个半年 感冒一次 我遇见有一些句子 感冒一次 至少要生病三个月 这就很麻烦 他常常跑医院 那所以 他就是会有胀道 就善业不足 那另外一种就是善缘不够 你自己身体没有不好 但是外面的干扰太多 等一下跟人事纠纷特别多 那家庭的状况特别差 反正你自己不是 不是 就是你自己之外的 你不能控制的部分 你不能控制的部分 那么 特别麻烦 就特别障碍特别多 那个也难休闲 所以要让你具足善根夫的医院 这第一个 但是最重要是要有智慧 那我们现在就在学习这个东西 就是让我们有善根 然后 然后不失慈戒 没有恶缘 持戒没有恶缘 然后不失会有善缘 然后就有善缘 有法缘 那么 慢慢慢慢 那么 你就从这个 从这个 就是说 你可以把这个心在面对境的时候 那么不起那个烦恼 那六路处专门在讲这个 六路处专门在讲 你心如何面对境 言而平舌身 如何面对舌身相畏处 那么你要怎么样保持你的心 要怎么样觉察你的心 所以有贪之有贪 有称之有称 那么 有贪之有贪 有称之有称 而不起 欲想 会想 害想 而不起这三不绝 欲想 会想 害想 通常是这样 你懒着五欲 那你得到了得不到 那么你就会排除障碍 那排除障碍的话 因为你一定要得到 你要排除障碍 那么你对于障碍 你得到五欲的人事物 你会起怨恨 怨恨久了 就会加害 那就会造三二道的业 通常是这样 比如说你要赚钱 那么 这个很大笔的钱 那么 你要赚更多的钱 但是谁挡住你的财路 你就要把它除掉 欲想会想 然后害想 佛法里面都是这么说的 然后做了之后就有什么 就有业 无名造业 然后就赶遭生死 会剁三二道 那么你剁了三二道 生天的人现在可能下来 剁三二道的人 还没上来 但是就算上来了 他也有很大的障碍 也有很大的障碍 那如果你升到色界天 就还没有 那色界天还久 那如果升到无色界天 弥勒佛来了 他都还没来 所以不要升长寿天 就是这样 他对你就好像一个人 睡觉睡很久这样 其实他也没有受苦 他也没有受苦 但是因为他没有办法 进而修学佛法 所以他升天并不是个 是个好地方 但从解脱来讲 并不是个好地方 那这个是有因有缘世间集 有因有缘世间面 那从心跟静来讲 有我静 生我爱 那这个就是触受想尸 那爱取有 那么这个是结果 这个是结果 这个就是因 这个就是起获造因的 因的这个来源 触受想尸 新手 然后就起烦恼 这个是烦恼 那烦恼就造作业 造作业就感召生死 神子之间就又有这个 你下一次来的时候 又这样了 无名行 依无名行 而有这个五蕴生 那看你生到哪一道 看你生到哪一道 好 那大概 大概从这里说 我们再来看 他说 那什么叫做 所以他说 有因有缘世间集 有因有缘 急世间 那如果这样的话 那第一个就是 这两句话是一样的 急世间跟世间集 第二句就是 强调的重点不一样 那么 但是我们把它合起来看 其实他就在讲 四地苦极灭道 他就是在讲 四地苦极灭道而已 那 依这样来讲 如果依苦极灭道 连起依苦极灭道来讲 就是这样 我们稍微写一下 不明行 四明社 六路 出说爱去 这个就是苦 这里是苦 生老死 老死 这个就是苦 这个就是苦 老死 生老死 这个是苦 就有生死 生死沦迴的苦 所以这个是究竟苦 生死沦迴里面 生根死里面 有愿正会爱别离求不得 那五蕴赤生 好 那么这个是 这个是苦 这个就是什么 急 这个就是急 那基本上可以这样讲 那么如果 也可以这样讲 这个 这个 这个是 这个都是因 这个都是因 也可以讲这里是因 那也可以讲这样 那么 这个苦 是有爱这个 这里是苦 这里是急 那么 这个是苦 这个是急 这个是苦 这个是急 这里是急 这里就是急 这里是苦 这里就是急 那么 这个生老死是苦 这里是急 那如果 这里最后 这个苦 那这个是急 基本上是这样 那灭道也一样 那道 当然就是 所谓的三十七道品 八正道 那主要 八正道 三十七道品 以八正道为主 这个是从 这个是从 这个次第上来讲 从根本音来讲 那么 无我 它是一八步中道 无我 无我 之一八步中道 离有无两边 长见断见 离有 无两边 这个佛卫家章言讲的 缘起 如果我们结合佛卫家章言讲的 缘起 它就是这样 离有无两边 它就变成这样 正见世间几 我们再先 我们把这个讲一下 再下课 有因有缘世间几 有因有缘世间面 你知道 有因有缘世间几 有因有缘世间面 那么 你怎么样灭呢 正见世间几者 正见世间几 你了解这个道理 正确清楚地了解 这个道理 正确清楚深刻地了解 这个道理 正见世间几者 所以见缘起 能够断生见 正见世间几者 不生世间 无见 不会有断见 离常断两边 不会有断见 因为有因有缘 它就有 不是无因有缘的 正见世间几 不生世间无见 正见世间灭者 正见世间 有因有缘 无明灭者行灭 刚才讲无明灭者行灭 流转得共还灭者 正见世间灭者 怎么样 不生世间有见 有因有缘 那么 这个就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世间 没有那个条件 就不会有这样的事情 所以 没有这样的业 就没有这样的轮回 没有这样的无明 就没有这样的业 基本上 正见 不生世间有见 不生世间无见 依佛教诈瞻远的 那么阿难教禅陀的 影诈瞻远的 那么基本上 这个道 就是八部中道 那么离有无两边 从有无两边 延伸出什么 生命长断 依依来去 生命长断 长见跟断见 生跟灭 生命长断 依依 不依不依 不来不去 就从有无两边 有无去就生命 有无就是生命 那么 阿含经都说 有无 大圣都说生命 那么再有所谓的 长断依依来去 那在这个 活法里面 基本上 道就是八部中道 道就是八部中道 但是如果从次第来讲 从这个灭这些来讲 道就是什么 三十七道平 道就是什么 八正道 八正道是 三十七道平里面 主要的部分 其实就是戒定会 有因有原事见面 所以怎么样可以灭无名 灭贪爱 怎么样可以在心对境的时候 不起烦恼 怎么样可以 可以把无取运 变成无运 那主要就是 你要有 你要有定跟会 那没有戒 没有持戒 心就有优惠 心有优惠就不能欢喜 不能欢喜 心就没有力量 那就不能 就不能有定 不能有定 心不能一心 不能欢喜 不能一心 那个智慧就没有力量 不能引发无肉慧 就讲这个 那所以就变成戒定会 我们先下课 我先下课就能复杂成戒 我先下课就能复杂成戒